好 那我站起来说吧 我就站着可能更好各方面说 表示一种尊敬 我就觉得特别像我当时面试 是吗 你当时就这样了 就这样蛮可爱的 就是在面试正式开始之前 我想简单说两句 就是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优秀的 学长学姐们来参加面试 所以我的自我介绍 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平常就是比较了解游戏 所以我会用游戏当中的概念 向您介绍一下我自己 他说他要跟别人不一样 他要用游戏的方式来讲 好 好 刘兰老师您好 我是苏州大学2018级 法医班的本科生成师 引用游戏当中的一个概念 就是段位 倘若刘兰老师您是游戏当中的 最强王者 我认为我个人的能力 应该在青铜百音左右 然后其他的学长学姐 可能是处于一个钻石 甚至王者的水平 首先刘老师要听得懂 会不会玩游戏 刘老师会 他还是会一些游戏 那反而能有共同语言 由于我目前才大四 解剖今天较少 仅仅在这个局部解剖课程上面 解剖过一句 我负责的部分有颈部 胸部还有腹部 但最后的完成度还是可以的 老师还是挺满意的 给自己梳大拇指 我最棒 我及时解剖了一句 目前我正在研究 有关于 营区塑囊提取人类DNA 进行方法优化的一个项目 我在这整个项目当中 主要担当了一个灵感提出者 就是这个项目主题的内容 大部分是由我提出的 就是如果这个项目 待会儿您有兴趣了解的话 可以再询问我 我很乐意向您解答 好